我发现现在在咖啡馆 在柜台上摆满Otley包装后的越来越少了 给不熟悉的同学简单介绍一下 Otley是一个瑞典燕麦奶的牌子 所谓燕麦奶准确的讲其实不是奶 而是一种植物蛋白饮料 豆浆、新人露其实都算 前几年植物奶、植物肉这些植物鸡食品概念盛行 Otley算是集中代表性的品牌 尤其是在咖啡市场 家务员换燕麦奶简直是精品咖啡店的标配 你要是不在柜台摆满Otley 倒不好意思把咖啡卖到30一杯 至于燕麦奶的味道嘛 我只能说忍者见忍 但我不是忍 重点是它的热量还高 这就很过分了 一个东西你可以难吃 但你热量不能高 你可以热量高 但你不能难吃 你热量又高又不好吃 就属于谋材害命了 所以这两年植物鸡的概念也不咋风靡 连同Otley也不太好过了 不过我觉得Otley不用慌 破局的办法就是提价 现在Otley官方售价 六瓶一身装大概在150 同样规格的普通纯牛奶 大概是50左右 仅仅只是牛奶的三倍 还是太便宜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爱喝牛奶的馆长 Otley的营销室 基本上可以总结为 五线胡卡硬蹭顶流饮料牛奶上位 其实燕麦奶 或者说植物奶的存在 是有刚性需求的 主要是为了解决乳糖不耐的问题 Otley的诞生就是如此 当时一个瑞典大学的教授 研发了一种能把固态燕麦 转化为液态的煤 因此创造出了燕麦奶 一开始 Otley只是作为牛奶的一种替代品存在 毕竟 乳糖不耐虽然是刚性需求 但是市场并不算大 所以长达20年 Otley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瑞典品牌而已 直到2012年 公司换了CEO Otley开始了自己的碰瓷之物 Otley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把产品定位为牛奶的替代品 服务于乳糖不耐和素食人群 那始终玩玩累积 难成大气 要把自己的产品扩大到整个欧美市场 就得拔高利益 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Otley打出的牌是环保 鼓吹植物奶的碳排放 远低于动物奶 想想看 本来别人问你为什么喝燕麦奶啊 你说为了不窜息 现在一下变成了 为了保护动物 保护人类 保护地球 这个价值感 不就蹭蹭蹭长得起来了 简直就是棒子面周和恩西马的区别 Otley还为此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后牛奶时代 把喝燕麦奶的人 塑造成知识环保健康时尚的人群 不仅如此 Otley还是文案高手 围绕牛奶 创造了很多文案 比如 这喝起来像牛奶 但是是为人类制造的 或者 牛奶来自牛 是为小牛宝宝制造的 言下之意就是 牛奶是牛他妈产的 是给牛喝的 人应该喝人造奶 这个文案的逻辑其实很诡异 因为按照这个思路 喝燕麦奶的人 应该是地里长出来的才对 但是没关系 往环保这个概念上套就对了 只要持续骂牛奶 就能有热度 除了营销之外 Otley另一个操作 是打入咖啡市场 可能Otley也清楚 虽然骂了牛奶 但是在正面市场 还是没法和牛奶硬刚的 于是选择了迂回路线 从其他领域替代牛奶 在美国市场 Otley开始大量和精品 咖啡师们合作 把自己定位为咖啡伴侣 通过免费试用的方式 进行推广 这招确实很聪明 首先 燕麦奶单喝是不好喝的 有外国消费者直言 喝起来像屎 但是作为咖啡伴侣 就很好地掩盖了 自己男喝的特性 其次 咖啡也是需要话题的 就像瑞幸 要不停推出单品一样 燕麦奶铁的噱头 很快就封明了咖啡圈 加上环保 健康这些概念加持 想不活都难 2018年 Otley进军国内市场 发现这个市场更加难啃 就是喝植物奶这个事 在中国压根不稀奇 中国人喝植物蛋白饮料的历史 可能是全世界最悠久的 你燕麦奶什么档次 想跟我豆浆相提并论 而且国内的植物奶品牌 还特别丰富 南椰树 北露露 西维夷 东营露 还有豆本豆六个核桃啥的 随便拉出一个 都能打包燕麦奶的狗头 只不过 这些饮品全都没搞出 什么保护世界 这种高大上的家 另外 牛奶在国内也有特殊地位 大家都是听着 每天一杯奶 强壮中国人长大的 要公然宣称替代牛奶 就是动大众健康的盘子 没有哪个品牌感这么高 就算你要这么声称 大家也不信啊 你过年去看长辈 把特伦苏换成Otley 长辈说你出去 总之呢 植物奶这个东西 在中国消费者眼里 价值感是比较低的 也不爱听你忽悠环保概念 所以一开始 放在精品超市货架上 也没有人买账 Otley最后还是曲线救过 走的依然是咖啡路向 Otley现在卖的最好的产品 是一款叫咖啡大师的产品 从名字就知道 它就不是让你直接喝的 是为了让你配咖啡的 更重要的是 Otley搞定了星巴克 而Otley的股东名单里 星巴克创始人 霍华德·舒尔茨赫然在里 搭上星巴克 成为了刚儿子 Otley顺利成章 成了咖啡饮料的新答案 很多小咖啡店 也就照样学样 开发了燕麦拿铁产品 引进Otley 还把包装盒 放在吧台最醒目的位置 提醒消费者 我们可是有燕麦奶的哦 这股风潮吹了几年 很快问题就来了 这些营销概念 它站不住脚啊 因为使用燕麦 Otley一直标榜健康 常常和减肥瘦身联系在一起 问题是 我们来看看燕麦奶的配料表 除了水燕麦以外 还有菜籽油和盐 看起来妥妥糖油混合物 热量上虽然不算爆炸 但是也就堪堪跟纯牛奶打平 远高于脱脂牛奶 可以说是跟减肥毫无关系 至于一直吹血的营养方面呢 蛋白质只有纯牛奶的三分之一 价格却是纯牛奶的三倍 而多出来的那点膳食纤维 你拿这个钱 买一盒纯牛奶 再买一包燕麦片 不仅营养价值和口味 都比燕麦奶强 剩下的钱 你还能买个鸡蛋吃 在曾经叱咒风云的咖啡市场 Otley的故事就更难讲了 我生热拿铁不也是植物奶吗 平常我可以卖十几块 换你燕麦奶还得加五块钱 重点是 燕麦咖啡饮品还好喝 没天理啊朋友们 请注意 我并不是说燕麦奶没有营养 也没有价值 它是有消费人群的场景的 问题是 是他自己一开始选择碰撕牛奶 抛制出喝牛奶不如喝燕麦奶的理念的 那许多消费者 当然是冲着奶去买的 最后发现 原来这玩意儿不是奶 更应该叫燕麦露 完全是被诈骗了 得不配味 必有灾殃 最有趣的是 现在很多关于Otley的推荐 口风就变了 会告诉消费者 我们这个不是奶 我们不是牛奶的禁品 而是另外一种 富含营养的饮料 好赖话全让你讲完了 我觉得可以不叫燕麦奶 叫绿茶奶 至于环保 我就特别支持 继续把这个概念深挖下去 尤其在健康这个概念破灭 咖啡这条路也不好走了以后 为什么这么说呢 Otley的环保核心里面 是植物奶碳排放低于动物奶 降低碳排放肯定是好事 但我觉得跟普通人关系实在不大 你喝一辈子燕麦奶 省下来的那点碳排放 还不如有钱人 私人飞机出去飞一趟 所以燕麦奶这个环保概念 你不应该卖给普通人啊 你应该卖给有钱人嘛 很多人觉得燕麦奶太贵 那不是太贵 明明就是太便宜了 你应该把燕麦奶这个碳排放概念 卖给有钱人 简直就是他们的环保赎罪券嘛 这样一想 思路是不是就打开了 所以我觉得 Otley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 必须涨价 涨到普通人买不起 甚至产生生殖隔离的感觉 现在燕麦奶 均价只是纯牛奶的三倍 让隔壁桌普通人看到 还以为有钱人喝不起呢 价格 至少翻到纯牛奶的三百倍 而且不能搞什么一身装 太难看了 统一精品小包装 按昂斯计算 第二 要设立门槛 不是说光有钱就能买 还得燕姿 这个燕姿不验你的财产 就验你还不还包 买Otley钱 先打印三个月的饮食流水 看有没有喝过动物奶 但凡有过动物奶引用记录的 再有钱 一律不买 第三 价格有了 门槛有了 但你也不能单买 还得配户 毕竟为了碳排放 燕麦奶也得少生产 数量有限 尤其咖啡大师这种热门产品 都是稀缺资源 这时候 就出一些什么Otley环保购物袋 Otley环保手机格闪 一个两万起 你得买够了这些周边 才有这个买一罐燕麦奶 这样做 还有一个好处 Otley一直想做中产生意 所以把自己品牌定位为中产 这个思路就大错特错了 要做中产生意 你就不能定位中产 你就应该定位奢侈 把门槛设置到 连中产都买不起 这时候 你再弄一个新品牌 做轻涉燕麦奶 不就比现在好卖了吗 只要按照这个思路去做 还碰瓷什么牛奶 从此以后 Otley就是瑞典茅台 消费 商业 动静 正在ISZ实验室 我是观赚 我们下期再见